主料,猪蹄三枝,辅料,葱,盐,姜,花角,扒角,醋,生抽,香油,料酒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一到两小时,猪蹄做成小块,清水洗净,将鞋片,葱切段,花椒,八角备用,锅里加水,放两片姜,烧开后把猪蹄放进去捉一下,猪蹄捉好后,捞出来, 清水洗去上面的浮沫,一定要洗干净,锅里换好水,放入桌好的猪蹄,葱,姜,花椒,八角都放进去,倒一点料酒,开始炖发,大约炖一个小时时放盐,不用放很多,因为我们最后是站着调料吃的,放盐后再炖半个多小时,制猪蹄肉辣,把猪蹄捞出来,也可以用高压锅炖,会快一些, 炖猪蹄的汤把葱,姜,花椒,八角捞进后,倒入方便盒里,猪蹄晾凉后,把上面的肉贴下来,切成小块,把切成小块的肉放进猪蹄汤里,放进冰箱冷藏室里,冷藏成型,冷藏好的猪蹄豆从方便盒里扣出来,把上面的一层油切下来,猪蹄豆切成块装盘,小碟里倒醋,味其鲜生抽,香油,熟芝麻搅匀,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点辣椒油,猪蹄豆炖着料吃,美味,烹饪技巧 一,煮好的猪蹄捞出来后,一定要把猪蹄上的浮沫洗干净,二肉可以切碎一些,我切的有点大,成冻后切块的时候不好切 三,夏天天热,猪蹄豆要快吃,要不然就会化四,猪蹄汤可以多到几个盒,什么时候吃就难以盒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